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这支也是观众反馈想看的一支笔 红点黑森林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支笔 也是一样,红点有我很喜欢的各种认证 盒子都是一样,完全是通用的 然后笔的话应该就这支笔了吧 应该是没有了 好,那这支笔的话看一下 又是好像红点比较有名的笔都是这几支 就是黑黑的,就是黑色的设计的一支笔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尺寸先 好,首先这几支笔 能看到红点这个笔杆吧 基本上也是比较细的 长度来讲的话跟M800是差不多 但是这个笔尖的话 我估计还是同样一个问题 特别小的一个笔尖 好,那能看到的是这个 那笔尖的话呢,能看到就是 哇,真的 有点滑手,红点这支笔这支 对呢,能看到它这个笔尖的话是比 其实应该是跟M400是差不多的一个大小 但M400看起来比较长 但其实这两个尺寸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拉长了 那你感觉好像M400还大一点 其实笔尖大小的话就是还是一个问题 就我买过红点的笔好像 我印象中的话就这么多支的话 好像没有一个笔尖是大的 基本上都是小的笔尖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我个人我是喜欢用一些比较大的一个笔尖 除非你那个笔是比较小和比较轻的 从红点的这支笔来看的话 怎么样 它是一个中间的一个大小 然后呢就是一个比较 怎么样一个简念的一个形嘛 然后用起来我觉得应该要大一点的尖用才比较好 当然这个可能是它这个笔尖的设计导致 我也能理解 但是好像是应该是因为那个笔杆的原因吗 我觉得是 然后再下来 哎对 31.5对 哎 00 没有 31.5 这个重量也算还好 一般般不算特别重也 或者特别轻这样子 长度我们来看一下长度的话是 对 141.89的一个长度 那长度上我个人觉得还是ok的 可以 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特点 然后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支笔吧 那这支笔反正就是跟别的也是一样 那比较想点赞的地方就是这个 这个上面的一个你看这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顶了 呃我个人觉得就笔帽来讲的话 呃就这个细节的话 黑五四 然后 呃黑匠 还有这支黑森林 黑森林的这个笔顶最好看 呃曲面的话 但那个你说笔形的话 我比较喜欢的是那个黑五四那样子一个笔形 再下来这个的纹路的话 我个人是喜欢干净一点 比较比较比较素的 然后红点再下来的一个笔夹嘛 嗯 这个有点硬有点硬 嗯 这个笔尾的这样子设计应该是方便给倒叉嘛 那红点的这一点的一个设计它是非常适合一个非常现代的 但它这个这个笔尖比较小了 而且是你看它是一体的这样一个尖 导致这个笔握就是对我个人来说就很小 你看我的手呢 或者这个笔握好像抓都正正在就有点像这样子抓东西一样的 那呃握感来讲对我来说就还好 那最想点赞的地方呢就是笔顶这个地方 这个设计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 那虽然不管它是亚克力还是贴纸还是说别的工艺 那即使是一个贴纸我觉得还是不错的还是ok的 然后这里还是一个就是 呃 红点 然后 Forest森林 Series 对红点森林 但它没有写没有写黑啊 反正就森林系列吧 这样子一个英文 好那整支笔的话大概是 是这样子的 呃其他的地方的话我觉得也是 嗯 诶 什么声音 中规中矩的一个声音 诶 这是 哦 哦 这次还是这样子 然后整根笔的话应该是妥妥的一个金属感了 应该都是能看出就是红点是非常擅长做那个金属感的 好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个笔尖 那笔尖的话应该也是很 看一下 好 好 哦不好意思 那能看到笔尖的话就是上面的一个压纹还是ok的更觉得挺好的 嗯 再下来呢就是这个前面的一个衣粒 前面这个衣粒的话比较圆的一个打磨 然后呢再下来前面这个鞋面感觉比一般的笔打磨起来比较大前面这个鞋面 再下来一个部分的话嗯 再下来比比的一个下面的部分好像有个凹凸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打磨来讲的话还是比较顺滑的但是有点小瑕疵 但这个我觉得不不大影响我个人的一个使用 看一下这个对好像是有点小瑕疵这样子有点 阿文图文但一粒的话看起来还是一个平就是还是分钟的平的这样子 中缝的话能看到前面有一条小缝那应该是比较出水应该是比较大的我觉得 然后一粒的话不呃也没看到什么左右不平衡等等的一个问题了 反正就个人觉得还是ok 笔舌这一点的话对看起来也没什么大的一个问题笔舌看起来也是 对挺干净的这样子一个笔舌 然后再下来我们先来上一下这个墨然后看一下一个是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效果 那上墨我还是轻轻的上一下吧还是一样 好可以了这个吸墨器不知道是不是一个错觉感觉比平常的那个要长 不知道是不是他这个笔握比较短的一个原因呢 可能我觉得应该是我错觉吧 但是这个感觉是我就觉得哦他这支的一个吸墨器好长啊 好像看起来就怎么样就吸的墨比较多 但我觉得是我错觉 然后再下来我看一下这个 拿起笔顶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 笔帽的话我个人觉得还是有点偏重我就不拿了 然后再一样试写一下拿一下这个 好速写完以后那还是一样就是感觉红点的笔件应该都是同一个笔件了 那因为前面两支的话我呃太太久了那个鞋感的话 但是我印象红点的一个笔件都同样一个问题 太小触摸也是挺大的 因为刚刚放大看的时候也看了个中缝 但鞋感上来讲的话我觉得也是ok的 就中规中矩偏好一点点那种就是反正还是要没有弹笔的那个鞋感那么恶心 那这个鞋感相对来讲还是挺好的就是呃听一下这个声音吧 那横树来讲的话好像都一个差不多的一种就是沙沙的一种感觉 然后鞋起来的话没有明显的阻尼感也是非常接近一个现代笔的一个 就是现代笔用家的一个比较偏向一个鞋感的 因为我以前去万宝宝那边去问过他说我问他说为卖的比较好是哪几个他他说通常是F和M 我说为什么他说EF对普通人来讲就是不是专门用干笔的人来讲的 或者用习惯的人他们会觉得很刮那基本上我自己也做过类似的实验都会觉得说EF很刮好那大概就是这样子的那红点的话我可以去拿一下然后就不同就 所以我之前做的黑五四和黑象的一个那个对比 那我找一下那个笔啊这个我都不太认得说是这个真正能坦白的去讲 这一支是吗这一支我也不太这一支我也不太确定真的我有点乱 看一下呃因为你看前面这么多支的一个帮笔啊真的有些做过的真的不是不是很记得 好那就我印象中的话对应该是这一支 还有就是这一支 说实话那个另外还有一支那支的话真的没有什么印象了那这就算了吧那大概就这样子了个人比较喜欢的还是这一支1837的这支出细大小 然后以及这个就这个出细大小等等的我觉得会比较刚刚好那如果出一支比较素的版我个人就偏偏向还是这一支对好那今天的一个视频 就到这里了那有什么我漏讲麻烦帮我补充一下那有什么问题下面留言给我然后我经过回复好我们下次见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b